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赛车上 那我们现在试驾的是我身旁这台光阳的RCS MOTO 可以看到外观的部分呢 其实有做一些 尤其是车头的部分 它的改变还蛮多的 跟之前的Racing来比的话 首先可以看到呢 它这个鱼眼的头灯 其实压得比较低一些些 整个看起来呢 算是蛮有锐利感的 而且它旁边的线条 也是做得比较利落 利的这一种感觉 再来呢 可以看到它烤漆 也是有点像是那种变色的感觉 所以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会发现它的颜色 是有一些些不同的 那再来往下看 看到这边呢 其实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写说 有TCS跟ABS 所以这台车确实呢 就是有TCS跟ABS两个功能 那再来下面的轮胎部分 搭载的是12寸的轮胎 那接着我们往后看 看到这个旁边这里 其实这一块呢 很特别 它就是车架 那它的Fashion Type 可以看到 它就是直接架在这个车架上 其实它整个设计起来 是还蛮特别的 这种思维 再来来到车尾的部分 其实它改变呢 并不是特别的 大家就是相较于 原本的Racing来说的话 可以看到有一个 RCS Moto的这种标志 所以你可以认得出来说 诶 它是一台RCS Moto 再来呢 双腔的避震器 车尾的部分呢 尾灯 其实还是延续Racing 非常好看 非常俐落的这种尾灯造型 那配备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有数位仪表板 那其实它资讯 也是蛮清楚的 再来往下看 它是裸把的设计 所以整个 无论是起层感上面 或者是说视觉上 都还是有蛮不错的表现 下面呢 可以看到有一个挂钩 这个挂钩 你可以挂一些杂物啦 挂一些饮料袋啦 旁边还有一个置物空间 也可以放一些饮料 这种东西 那上面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是有USB的插座的 那好 我们看到坐垫的部分了 其实它坐垫的材质 也是采用这种纸滑的材质 视觉上看起来有一点点像鸡皮 可是它摸起来就是纸滑的材质 那旁边有搭配红色的车缝线 整体看起来呢 是相当热血 好那接着我们坐上车来看一下 它的坐高跟车重的表现如何 好那么现在已经坐上车了 其实可以看到 它的坐高并不算太高 像我现在这样子往后坐到正常位置呢 其实双脚基本上是可以平踩 只剩下脚跟会稍微有一点点悬空 所以如果你不太喜欢这种悬框 感觉就是往前坐一点点 其实就会发现说 双脚都可以平踩 所以以我这样子164公分的身高来说 相信比我高的人真的是不用担心 它坐高也不算太难清净 OK那车重的部分呢 我个人也是觉得其实还算轻巧 就是基本上来说 不会让你觉得太有压力 在市区里面持呢 我觉得都还算是OK的状况 好那么现在已经试骑完赛道了 它其实整个表现呢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怎么说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试乘起来 它动力的部分 我看到它的最大马力是14匹 所以其实整个动力表现上来说呢 我觉得算是在预料之内 就是跟我们预期中的 150cc级巨重车款呢 是相对应的 令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 它在弯道中 如果说你把车身倾斜 它下去的速度其实还算蛮快的 那整体在弯中呢 也让我感觉到是比较灵活的 所以这一部分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所以在弯道中可以感觉到 诶 下去的速度是很快 那当你过弯的时候 也可以比较顺利的过去 那再来呢 它的刹车的部分 其实今天有测试一下 比较紧急的刹车 那可以感觉到 在紧急刹车的情况下呢 很容易可以感觉到 它的ABS的作动 那基本上原厂特别表示说 它们有将这个后轮的ABS作动的门槛呢 变得比较低一些些 所以当你今天在比较有需要的时候呢 它的ABS还蛮容易会作动的 那至于悬吊的部分呢 因为比较可惜 我们今天试驾的路段是赛道的部分呢 基本上路面都是非常的平整 所以没有办法带大家做太多关于市区 这种遇到坑洞会有什么反应的感觉 那即便说我们在停车场这边绕了几圈 那地板还是很平整啦 那这部分呢我推测 或许它有可能延续过往 Racing家族中这种 比较运动的这种悬吊的调性 但是实际的状况呢 还是要到道路上骑乘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至于在赛道上面的表现呢 我个人认为 其实都还是算支撑得住的 并没有让我觉得说非常不安心 或者是有什么不稳定的情况 这点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轮胎的部分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条轮胎基本上在一般道路上呢 都是OK都是非常够用的 那在赛道上我也觉得 基本上今天骑下来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 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它 并不是那种抓地力非常强的这种轮胎 所以如果你未来是想买这台车来跑赛道的话 会建议你升级一下 如果你只是平常小小热鞋一下 或者是在一般市区骑乘的话 我认为你就不用太担心了 这条轮胎基本上是可以应付的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试驾行的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台车有没有什么想法 如果说有想法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OK我们下次见 我是Cyofia 大家拜拜 拜拜